就是音乐空间的那种感觉 那还是不一样的 整体的气氛呢 然后这个音响啊 然后这个这种感觉呀 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 这个在专业组合场里面看球呢 就有点像这个 谢谢成功之约啊 这个约姐啊 跟凯霸现在联合 在推出一个眼膜 是跟视力 保护眼睛有关的 回头呢看看联谊好了 也给大家推一推 因为约姐一直 这个支持着中国组小将 她的这个产品呢 应该说还是很独特的 因为现在有些 不论是中年人呢 还是年轻人呢 还是孩子呀 每天用眼都有点过度 各种各样的这个 游戏呀 看手机呀 上网啊 所以那个眼膜还是很不错的 大家如果想了解呢 可以加一下约姐的关注 也可以关注一下凯霸 到是 这个 事实的时候呢 我们也帮着约姐来推广一下 总言之呢 就是凡是给中国组小将支持的朋友 我们都会尽我们最大的努力 去做回报 然后呢 这个球场 我说了 这个球场呢 在这个专业球场里面看球 就像在这个音乐 音乐house里面 听演唱会一样 这种感觉是 在这个夜总会里面是不一样的 其实在体育场里面 听演唱会啊 也那么回事 不如在这种 专业的音乐的这种空间里面 然后呢 还有就是 英超呢 这个利物谱啊 0比4被曼城给干了 谢谢约姐啊 大家可以加一下榜一 约姐的关注 如果您或者您的孩子 想要 护理眼睛 约姐呢 有一个 非常 非常这个 体贴的这么一个眼 眼膜 就睡觉的时候一贴上 保护视力 恢复疲劳 不插电演唱会 宫体怎么样 宫体应该说 现在不也要改造吗 对吧 不是小巨蛋 台湾那个小巨蛋 这个感觉 董哥我在大连吗 我就说我在大连 你举报不举报吧 你要说举报 我就这个 我就说我不在大连 树先生来了 树先生好吗 宁波怎么样 热不热呀 还有 秋生来了没有 还有什么 大宝 在大连呢 没去看比赛去 这个大宝 最后 现在又出了一个叫什么 什么奔跑吧 卫士 挺大一岁数了 挺大一岁数了 没事干点正事吧 好吧 这哥们还是发微博鼓动的 说咱们不能 现在咱们得 咱们得有计划 有组织 不能单干 得把这董璐 逐出清训圈 和直播圈 这哥们 我操 哥们 你岁数有点大 你不见得能看见这一天 加油 好吗 然后这个利物浦啊 我说实话呢 今天这场比赛呢 他揭示了一个什么道理啊 就是 几天前 全世界的利物浦球迷 都在为时隔30年 再度 拿到英格兰顶级联赛冠军 所激动不已 欢呼雀跃 幸福感备至 但是几天之后 当这样一个凌晨 目睹了这个0比4 惨败漫城啊 多多少少 内心呢 还是 有点失落 尽管 我看到很多的利物浦球迷说 哎 反正多惯了 无所谓 是吧 这种比赛 想赢赢 想输输 反正怎么着 随便来 但是我真觉得 这个比分 和这个场面 如果我是个利物浦球迷 我肯定有点难受 我没法自欺欺人说 说这比赛输赢无所谓 你要不然你就上替补 你既然全主力了 对不对 那你就 应该比这表现更好一点 但是呢 我也想啊 可能加渣输啊 也比较的难办 第一呢 也明知道啊 这拿了冠军之后 这一松 很难再紧起来 再加上各种庆祝活动 说这主力啊 不见得有太好的状态 可是有一点 说你这比赛 说你要就直接上替补啊 人家也会说你 说你什么呢 说你看 你拿了冠军吧 你怕输吧 对吧 你出替补 然后呢 你输了 完了你还有的说死 还有一点呢 这曼城呢 人家本来有这个欢迎仪式 你说辛苦一赛季的 这个主力 本来这时候最荣耀 竞争对手 列队 为自己进场鼓掌 你让一波替补上去 什么南野拓石什么的 他也是 接不住啊 所以就是在这样的矛盾当中 利物浦踢了一场非常糟糕的比赛 那简直是 怎么说呢 就是 完全没有任何冠军风采 所以呢 记住一句话 及时行乐 任何的胜利都是暂时的 人生本来就是相对而言 都是苦难的 就是幸福都不会太长久 你应该在努力追求幸福的过程当中 充分的享受幸福 而不是所谓幸福降临的时候 去感受幸福 因为幸福真正降临的时候 同时也是一个新的失落的开始 我这话说的有意思吗 所以足球小将 不要去盼着 等着所谓开花结果那一天 你要在不断的追求的过程当中 就享受这种幸福感 把这种感觉抓住 追求幸福的过程 因为当幸福一来临的时候 它来了 你也失去了一些追求幸福的那种幸福 而且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风水轮流转 止不上什么时候 自己又成为了追赶者 所以呢 更寄望于呢 每天努力 每天追索 每天付出 然后去享受每天的这种快乐和幸福 比如说从昨天一直到今天 我这幸福感到棚 不仅仅是因为我这小女儿过生日 周围的邻居不是开包马 就开奔驰 你要是开日本三轮 你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 来家里边孩子们一块玩了一天 挺好的 更因为呢 这足球小将的 这个2011年的这个联户争霸 这比赛让我看得热血沸淘 实话说 我今天呢 又用自己的手机软件 我又重新编辑了一个 八分多钟的 集锦 这个集锦呢 不仅有进球 更多的就是我看到场上一些队员呢 在进攻和防守当中 这种细节的 非常突出的表现 比如说一个假动作 一晃啊 比如说一个连接啊 比如说一个投球的一个解围啊 比如说一个倒地的产球啊 当然也包括连续十二角的那次配合 总言之呢 这个比赛让我内心呢 充满着无限的这种 这种激动和向往 我倒不是说因为这些孩子将来 都是足球小将的 我从来没这么想过 因为我知道自昨天那场比赛打完之后 国内的足校相关的这种球探 已经有的开始联系 昨天出现在屏幕上的这些孩子家长了 所以我知道呢 未来就是这些孩子一定是 他们很优秀 他们会被很多的这种优秀的 这个清训的机构所追逐啊 有的可能会去足校 有的可能会去职业梯队啊 当然也可能 maybe perhaps 有的会加入足球小将 也许几年以后呢 会来到北京 这都啊 说不起啊 说不好啊 说不好啊 但是呢 我想跟就是 昨天的这些孩子 包括明天后天 出现在大连战选拔赛上的这些孩子 的家长呢 说一句 就是你们呢 让孩子呢 放开 尽情的发挥 尽情的去表演 然后呢 如果 这个 通过这次选拔 那中国足球小将 向您发出邀请了 您呢 认真考虑 认真考虑啊 就是也别轻易答应 原因呢 就是 您来了我们这儿啊 暂时是没有输送费的 就是没有这个 没有钱 没有钱呢 但是您要是去足球 或者去一块 合股开公司培养孩子的机构 那您会拿到一笔钱 所以这个呢 你要衡量衡量 衡量衡量 还有一点呢 就是如果你要开价 你呢 你这么说 你说呢 就是如果你想要钱 你这么说 你说 朱小将已经要我了 董老师已经说过 儿子非常不错 我们呢 应该说 还是比较 想往朱小将 但是 记住啊 但是 但是 您这机构也不错 但是关键呢 就是 看看您呢 对我们孩子的 重视程度 重视程度 怎么体现呢 那就说 您要是看着 觉得 真觉得我这孩子行 那你们一定 会下决心 你决心会很大 决心很大 最后体现的呢 咱们你说句老实话 现在 也不知道该怎么体现 但是 就 现在不都 明白了吗 你就这么一说 多了不敢说 五万十万的 应该差不多 明白了吗 打我的旗号 如果你啊 说不想来 你就想挣钱 你啊 找 吴朽太 给我发一个 给我发一微信 给我发一微信 把联系上 联系上之后 我给你发一个微信 我说 您家长 您的孩子太棒了 朱小将就缺您这样的 儿子 那么我相信 只要来朱小将 这个孩子 未来呢 将会 无限的 这个 这个 可以向往 然后呢 我们也会制定 专门的计划 来培养您的孩子 我啪给你发过去 发过去之后 你就直接给我拉黑 你给我拉黑了 不联系了 你把我的截图 啪 发过去 这就是我 为了感谢您 带孩子来参加 我们大连战 就是 就是 今生今世 就 最后一笔 最大的帮助 就到这了 好不好 就到这了 行吗 好不好 咱们就不认识了 我也就帮您 帮到这了 因为我 实话说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帮 就 就 就 帮到这了 好吧 反正 尤其是家里 比较困难的 尤其家里 比较困难的 如果你觉得 需要 你就找吴秋泰 找我 找我 咱们加个微信 我给你把这段话 发出去 你就给我拉黑了 好 就 这个情况 这套路不是土耳其 两头卖军火 对 好吧 我实话说 这些孩子真的很棒 我今天又看了一遍 昨天那场比赛不像 坦白说 第一 就是上海 一天 这个队 有他自己的一个精神气质 虽然说 突出的队员 并不是说特别多 但是 整个队伍 有他自己的风格 这个我想 跟 他这个教练 跟这个队伍的文化 跟这个家长 相互之间的这种感染 有关系 也跟场上队员 这个性格 个性有关系 你看谈华健 走完进球之后 又是 又是这个 又是这个 咱们说句实话 这都可以 又是华贵 那人工草 还华贵呢 也搓不出去 多远 但是呢 我觉得小孩 去尽可能的表达 去尽可能的表达自己的内心 我支持 当然不能有侮辱性的手势 或者是侮辱性的言语 但是我就鼓动 鼓励孩子 就这样 人生得意 需尽欢 没有什么非得 必须得 搂着 藏着的 对吧 你开心吗 你开心 你开心 你就表现出来 就可以 昨天我看那个录像啊 我看这个上海一天的那个替补集上 有一老大妈 白发苍苍 那肯定是带着孙子来的 是不是 有没有这个 喷子来了 哪呢 我看 等会啊 别着急 别着急 我找一找 3148 是吧 这是死罢了 已经 我看啊 哪个喷呢 没有着 哦 那是唐华健的爷爷奶奶呀 是吗 那我不太清楚啊 我 因为我 因为我一看 有一个老奶奶 老奶奶 没有了 3148 是不是给拉黑了已经 那是唐华健的奶奶 是吗 用户加数字的 是吧 等会啊 别着急 你说这帮孙子每天都在这 你说他不喜欢我吧 还在我这儿求着 你说他何必呢 爷爷奶奶爸妈妈全来了 是吧 哦 我还说呢 我说这是谁呀 没有 我找不着了 已经拉黑了 然后那个什么 那个班尼 你你把那个 让志鹏 让志鹏上线 然后加我 然后我们连线 连线一下 连线一下 然后让志鹏介绍一下明天比赛 和今天下午热身赛 呃 总而言之呢 就是这个比赛真的是 非常的呃 让人激动 因为上海一天 他他远道而来客场 大连这个队呢 又是相对来讲呢 嗯 这些队员平常在一块踢的 次数也不是太多 就是所谓大连F4 他们平常在一个队踢球的次数 也不太多 除了在小将 在大连反而不多 小北跟和和和是在一块 然后呢 浩颜单论 可能这个小辫也是单论 但是这次比赛呢 是李浩颜和小辫 啊 他俩呢 是 呃 是是是在这个小八号 啊 然后呢 和和和和这个小北呢 是在研制队 等于说他们在这次比赛当中呢 还要真真真刀真枪的拼一场 啊 因为浩颜霸跟这个小辫霸呀 是呃 还有凯元霸 他们三个是桃园三截益 啊 这我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 他们哥仨 啊 他们哥仨呀 他们是在在某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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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初 什么小将的在哪个地方 这个集训 一零的一一的都在 然后他们仨 弄一块去了 嘛 弄一块去了 就是桃园三截益了 刘关章了 刘关章了 所以呢 小辫他爸呢 把小辫呢 贡献给了 这个 这次的小八号 浩炎爸爸 那个小八号 那个俱乐部 然后 其实昨天这场比赛呢 让小 浩炎爸爸有点上火 我老劝他 他有点上火 因为是 最后两分钟了 还四比二的 没想到呢 邦邦 最后人家 这个一天呢 连进两球 可能啊 这个 浩炎爸爸有点上火 我就跟他讲 我说兄弟 我说你带队 带多了 你就明白了 有的时候呢 就是 足球就是这样 行 我把这个 无球探接进来啊 怎么样 喂 哥 挺辛苦吧 还行 还行 还行哈 明天你不能出现在球场 对吧 我知道 我知道 对 咱们还是按照 按照地方 相关政策要求 是吧 但是 但是今天的这个 下午的人热身赛 我 我也 段段续续 看了看这个 和和爸爸 那个直播 嗯 我看这个 这个安德道格 也就是说这个 全国各地的这个 连队 呃 队员来了多少啊 刚开始 两个队 但是现在陆陆续续 还有大连本地的 也有一些 有一个 一两个出色的 嗯 然后还有 有一些 答应来的 但是中途 没请假 但是现在 由于昨天 那个视频的 这个 精彩的 那个 呈现 就是 小八号和 那个 上一天呈现 这家长也 也有点 按耐不住了 下午晚上 连买的机票 连夜买机票 今天晚上凌晨到 还有这样的队员 大概现在是二十六 二十五六个 还有三个 贵州的孩子 就是那个 华 华信福的一个 职业球员的弟弟 就那个 您知道那个 嗯 就贵州那个孩子 还有带了两个队友来 哇 所以这样的话 就是又 在我计划中 多了四个 四五个孩子 那你这个 分两个队 感觉好像 孩子也不够踢吧 我感觉 现在是一个队 十二个 一个队 十四个 好像 好像是 正在我们 临时成立的教练组 我们是在 商量这个东西 那你实在不行的话呢 你就抓紧 这两天的时间 或者是让这些孩子 在大连再多留一天 然后你在组织组织 他们打的内部比赛 多了解了解 就是 大老远来的 别让孩子 就踢个二十分钟 或者踢 踢俩 不可能 不可能 我给他们 我给他们承诺的 至少是50%的时间 对对对 因为胜负不重要 对吧 对对对 还是 还是让这个孩子 多顺利 你说从贵州来 这一趟 这挑肺也不少啊 对对对 我承诺他们了 50%的时间 对对 半场一换 对 没必要说 这非得争胜负 明白明白 把争胜负的事 留给李浩妍的爸 好吧 哈哈哈哈 好好好 昨天 留给张岩 张志导 对 留给那个 上海一天的 那个陈志导和老唐 对对对 留给他们仨 让他们仨去争胜 咱们还是得 把这些孩子 得组织好 然后 你能感觉到 这个昨天这个比赛 给很多家长 一个刺激吗 有啊 这不是 我当年 非常喜欢的一个 湖南长沙的中锋嘛 小向 向俊叶 他爸爸 前段时间要来 结果就说 公投说请假的问题 来不了了 今天下午不是 也是很刺激吗 这两天 不行 联谊买机票 晚上12点到 哦 那就明明的一早 非常优秀的中锋啊 嗯嗯 非常有天赋 嗯 就觉得这是 呃 一场武林大会 如果你是武林高手 你不参加 你就差不多 错过了一个亿 啊 错过了一个青春的感觉 是吧 昨天那个现场的情况 你给我介绍 介绍 因为我看那个视频的 看不太清楚 周围的这个积分 啊 因为 上半场啊 我们昨天直播啊 也很抱歉 给全国各位这个网友啊 关注的朋友们 道个歉 因为我们测试的时候 是没有问题的 嗯 我们测试了20分钟 半小时 怎么连呀 怎么打字 都没问题 但是还是我们经验不足 很抱歉啊 但是我们下半场就开始用手机直播了 那我就是那个摇杆的 嗯 然后呢 我很多时候 我就按捺不住自己的激动心情 但是不能抢喝罢气 说这个饭 这碗饭 所以但是我心里头一直很激动 有很多这个场上的瞬间 那个精彩的瞬间 还有场下很多那种呐喊 还有身边人小声的议论 还有那种赞叹声 我当时就有一个感受 我就想大声一说 大声的时候 我说这就是中国未来图球的样子 你们难道没有希望吗 嗯 但是我真的有点 有点说不出口 嗯 不好意思 嗯 然后那个 我看那个 有个镜头特别印象深刻 很感动 就是那个 呃 11号 小8号 那11号 不是都叫 一叫远射凌空 打在那个8号 朱宣明的那个脸上了 对对 那个小队员一直在 在那个朱宣明旁边蹲着 一直在照看那个 这个 怎么说呢 对手吧 然后那场景 大概持续了一分多钟 他一直在关照那个孩子 关心那孩子 嗯 所以我当时真的非常感动 这都是正能量 嗯 所以说这就是中国未来 新一代 或者新一代这种球员的样子 嗯 能让人看到希望 嗯 那个11号 那11号据说是大连东北路的 对啊 对 那 做铁子 东北路能够让孩子来参加咱们这个选拔吗 可以 今天 风云云突传 然后那个 那个 这校长也好 教练也好 也是终于同意了这些孩子来参加一次这种 这种锻炼的机会 交手 交流的机会 我觉得这也是我们教育的目的和意义 我也非常非常开心 嗯 家长也是觉得 也算是终于说我们能能有这样一个机会 能跟全国各地这些厉害的球员啊 教授 嗯 也是很开心 对 那应该感谢 感谢一下这个 我不知道是不是 是不是还是柳 姓 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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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练嘛 是吧 原来就是柳 柳中长的哥哥 啊 对 对 柳 啊 之前因为家长没跟学校说 哦 对 没跟学校说 啊 所以我相信 就是我相信呢 这个东北路 东北路呢 是有人非常悠久的 这个足球传统的 也为国家队贡献了那么多国脚 虽然说最近 最近一些年吧 可能 呃 这样或那原因有有有所滑落 但是看上去 呃 这个未来还是可以重振 呃 雄风啊 对吧 是 这种这种这种开放的思维 他你 但是你得问问 你说将来如果咱们 咱们要调这11号打比赛 让不让参加 哈哈 这这咱们的外交活动家 班尼老师去联系 是吧 咱不不强求 不强求啊 不强求 是是 就是我 我们也希望给孩子一个展示的机会 对 就是我呢 我我我我欣赏这个孩子 我可以呃 呃 可以公开的表表达出来 但是呢 对 呃 不是说这个 我欣赏他 他不来 我会有什么样的 太多的 呃 这个失落 啊 因为朱小将 建立到现在 大概只有一个队员不来 可能我 我心里有有点 就是就是坚持了很长时间 就是江景奇 啊 别人都是 对 大家自愿就来就行了 来 对 嗯 然后昨天确实我 我不知道你那个 从球探的角度来讲怎么看 我我个人觉得呢 呃 昨天这个比赛 呃 小辫 杭华健 是相对来讲表现比较独出的 这两个队啊 呃 我们比较来讲 啊 然后这个浩炎跟何赫 因为一个是年龄小一岁 呃 另外一个呢 何赫打的是一个不但习惯的位置 是 他踢的中锋 呃 浩炎呢 因为这是小八号俱乐部第一次亮相 他爸爸说没给他压力 但我知道浩炎内心肯定有点压力 肯定有压力 对啊 他带着队长秀标 所以呢 可能没有完全的百分之百的发挥出来 嗯 但也不错了 嗯 而且这种这种比赛就是这种博弈啊 制衡的这种 这种竞争啊 这种非常 聚焦的一个一个一个事儿 嗯 你想 唐华康专门去针对 李浩炎 对吧 然后这边呢也会抽出12号也好 23号也好 家中厂来去制衡唐华健 对 一种博弈 这样的话相对会有所影响 但是我们从长连来讲 从更开放的角度来讲 他们都是很优秀的球员 对 然后这个唐华健 唐华康 呃 这个进步有点超出我的想象 是 嗯 是 七岁半 那个赛前前一天晚上 老唐就问我你怎么看 我其实也 不想怎么看 但是我也说 我说我 我觉得是五五开 为什么呢 因为小八号那边是大连最优秀的一些球员 从他们从个人天赋上 技能上 那肯定是 没得说 嗯 比你们这边可能说 平均来讲要好一点 嗯 但是你们上一天是一支铁打的队伍 嗯 从整体性来讲 从这个我们叫态度和战斗属性来讲 嗯 你们这边是有优势的 嗯 所以到最后那两个球三分钟 就是这个的淋漓尽致的体现 嗯 然后老唐下来说 志鹏你真行 嗯 五五开 哈哈 我也觉得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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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 开心的 而且我真的觉得 嗯 真有趣 嗯 但我我我赛前预测的是大连胜两个球 嗯 所以我我一直到比赛前结束前三分钟我还是对的 但没想到最后风云突变 对 所以就是实力归实力比赛归比赛 比赛归比赛 对 嗯 对我结束以后 我也跟那个何尔爸呀张导啊 还有小朴他爸 朴志轩爸爸 嗯 在那一聊我说 我说董哥经常说了 这个实力归实力 比赛归比赛 你们心里头不要摊那啥 哈哈哈哈 对 真的一毛一药我的话 嗯 然后我我说实话呢 就是我对大连的呃 七号感觉非常好 嗯 对那个梁静浩 嗯 浩浩 说他是以前好像也没有这么突出 说最近这个球技突飞猛进 对 他爸爸可能以前也 也是个职业或者准职业球员 哦 对这个孩子要求也比较高 可能会 孩子小时候他可能扛压能力差一点 现在慢慢长大了 嗯 他爸也学会鼓励了 嗯 这场就表现了他爸 据说可能回家能哭一鼻子那种感觉 哦 激动啊 也是我 挺激动的 他说我儿踢好一张球 我半夜睡不着觉 嗯 这是中国球球有希望的一种表现啊 他不是东北路的吧 他不是 他跟浩岩是一个学校的好像是 嗯 他俩发小 纯发小 嗯 你你及早跟他爸聊一聊吧 我我我聊好几天了啊 哈哈哈哈 是吧 对对对 咱们反正挺好的 咱们跟他聊 他没有坏腿 对吧 要不然他来点事 要不然咱给他 往上拖一拖 都行 这个孩子 我说 我一完事 我说你看你看 我说董 下次集训你就跑不了了 你别跑啊 他说那我肯定不跑啊 我原地处着 哈哈哈哈 下次你机会集训 叫过来 跟大家一起 训练训练 看一看 梁静昊 我觉得从他身上 确实我 我看到了江景奇的影 嗯 对 可能说从那个 身体的技术啊 协调性方面 可能比江景奇 可能看起来 更协调一点 再协调一点 对 对 就是他 我觉得他 他一朝一室 是有 有想法 有思路的 而且 头脑 头脑比较清楚 他比较清楚 对 他几乎每一脚 都是合理的 这个在这个年龄段 不是很容易 嗯 以前 小八号 那个 浩言他爸 跟我说 这个还挺好 就是有点慢 哦 我就 我看他两场比赛 三场比赛 我说不慢呀 嗯 你觉得他跑得慢 他踢球 决策 做动作 对 全球不慢 对 光看那个 我看动作表现 我们看这个结果 对吧 看这个 就是他第一 他的第一脚 停球 停球的方向 包括停球的方式 是有想法 是有目的 非常好 那11号咱就不聊了吧 11号不聊了 11号东北路 慢慢聊 慢慢聊 我们 其实我跟他爸爸 我们认识很长时间了 那11号是吧 对对对 一年 一年多了吧 啊 这次也都见到真人了 也是 挺开心的 挺开心的 而且董哥 下午我们那个三脚赛 你 你看了直播 多长时间 第一场 第一节我没看 第一节听说 那个 王一博特厉害是吗 那必须的 现场人都说 这是摩托艇啊 小摩托 真正小摩托 是吗 就别人都觉得快 像朴志全他爸 看了两分钟说 他是不是动作加快了 我说这不是视频 这是现场 他就是感觉 没见过这样的 的确是 非常的有特点 非常特点 他是有点像那个 像那个泰国那个吗 就一米五八 那个人踢球的方式 他是这样的 就是 他的创造力 可能不如他 那么技术为啥 没有他那么多样化 多样性 然后他创造力 也没有那么感觉 肉眼可见 但是他的人球结合的 他触球的 高速下触球的能力 也是 球就像沾他脚 而且是白米速度 而且变相 然后他的冲击力 他虽然很小 但他冲击力俱强 他是冲到进去里 然后被放倒一点球 哦 那个您要是录像 我看都已经放完 网盘了是吧 对 我一会晚上 我会看一看 嗯 我会看一看 反正我们 第一节和第四节 第一节和第四节 我们尝试了 第四节 我们尝试了241的打法 嗯 效果怎么样 全是真正的高位 真正的高位 真正的高位 就是还是挺有意思的 董哥可以看一看 第一节 第四节 王一博是就第一节上了吗 第一节和第四节 那第四节 我可能 第四节打的是 是谁啊 济南的嘛 济南 济南的来这 交流的一个队伍 济南 F90 那个队 一上来就 踢个他卡那个 是吧 踢个他卡 然后但是都在 对方的半场 那也可以 他们向前的 向前的可能说 我们抢的比较好 嗯 但是他那个 追求的打法 是 是 是挺鲜明的 就是 就是门将 手抛球 然后都 都走脚下 嗯 对对对 挺好的 如果我们缩回来啊 我们如果我们缩回来 就让人打坏了 我们就压上去打 他们也挺难的 是 就是当年 足小将打南京古龙啊 对对对 高卫逼嘛 对就只能高卫逼了 要让他们倒起来的话 这后果不堪设想 是不堪设想 但是那些 这个济南 济南一个俱乐部 能踢成这样 也真的是很不错了 很不错 也是对他们的坚持啊 他们的坚持 嗯 这个感觉这个教练 可能对这个要求很细致 然后孩子们 现在踢得很熟练 很熟练 对对对 但是这种打法呢 没有问题 这种打法呢 就是在 在一定范围之内吧 他用他的体系 能够大 能够在 在 一方土地 应该 撑王撑霸 应该问题不大 但是呢 就是要做好 就是将来 遇到更强的队 一旦 一旦这种高位逼强 身体对抗 速度力量 给你这个意志了 应该怎么办 对对对 不错 他们也一直在坚持 嗯 我那个 我要不要透露一下 我们这两个队的一个 打法呢 你们 你们两个队 你们反正 就是这样吧 其实 两个队打法不一样 是吧 一个241 一个331 可以 挺好 尝试一下 尝试一下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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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在乎结果 就在乎这个过程中 孩子们和我们都能 探索些什么 嗯 尝试一些东西 可以 可以 嗯 然后这个 我看了看 嗯 反正 今天下午 这个安德道个字里边 我倒没有太看到 特别特别 突出的 对 也可能是孩子刚来 而且他都天南地北的 他也很少有 有配合 那 但是我看有几个 有几个左脚 这个 这个 敢做动作的 不老少 对啊 就是先让 有一半我可能没有亲眼见过 只不过有些东 有些人 我得 一些孩子 我得现场进行一些了解 嗯 一些观察 了解了解 我觉得我们 可能有一些球员是比较有特点的 可以到时候明天就开始了嘛 高清直播也在等候大家 嗯 估计 我希望他们能表现出最好的水平 嗯 可以 那行吧 那你赶紧跟那个 是跟谢教练一起是吧 对对对 湖南石门 无晓的 谢波 谢指导啊 这次我 我被那个啥 那个 不能去 然后 他就会 带领孩子们战斗 好 那问那个 谢指导好 谢指导也 好好好 明天我会准时的守候 守候 好啊 好 好嘞 谢谢董哥 好支持和鼓励啊 我们继续明天战斗 为中国未来足球啊 中国足球未来啊 希望说嘴表了 努力奋斗 好 咱们一起努力 好 谢谢董哥 好 好 再见 拜拜 拜拜 嗯 赛呢 我就让他找赛成的啊 我们把赛成跟大家来 我微博上也发了啊 大家如果想明天想关注啊 明天正好周末嘛 大家没事呢 可以一起来看一看 呃 中国2001年零段的这些 这些孩子 2011年零段啊 明天是上午9点到9点50 第一场 安道个联队 对阵大连小八号啊 大连小八号呢 呃 踢完了昨天一场比赛呢 和和和小辫呢 就不是和和跟小北呢 就归队了啊 回到颜值队了 然后这两个位置呢 其中有一个位置将会由 呃 来自这个北京啊 他老家是石家庄的 李子宁啊 也是小将原来的这个 入选队员来代替 李子宁 将会呃 取代和和和和小辫 不是和和和小北当中的一个位置 啊 另外呢 再加一个队员 这样的话呢 小八号还保留着 呃 昨天这场联户争霸的 百分之呃 七八十的原有人员 那么那位问了 说李子宁的到来 会给小八号带来什么呢 呃 因为我一直带李子宁训练 我非常了解李子宁的实力 呃 李子宁天天 是跟中国猪小将09啊 和10对抗的 11的孩子 李子宁啊 所以我对李子宁呃 呃 他出现在小八号 能够给小八号带来更多的 呃 这个积极的推动啊 充满信心啊 因为李子宁是在呃 平常是是在北京读书的啊 是每天都参加 呃 小将0910训练的 而且他在有一些训练赛中啊 啊 那个表现还是相当不错 相当不错的 所以我 我我建议的是 让李子宁呢 踢中锋 啊 因为实话说呢 大连小八号 昨天踢的非常不错 但是呢 中锋让小和尔打 其实呢 和尔最擅长的位置 肯定不是中锋 啊 和尔还是中场 啊 但是呢 因为中场有7号嘛 这个梁进后 所以如果 李子宁啊 取代和尔出任中锋的话 那我觉得 这个小八号的攻击 将会变得更加立体 啊 因为李子宁有非常好的 呃 传接球的意识 而且他也有高度 啊 他也有一定的冲击力 啊 所以看一看明天 呃 看一看明天 这个李子宁的出现 会给小八号带来什么 所以第一场安德道格连队啊 呃 呃 我建议 啊 因为 志鹏 谢日导啊 我建议 四个字 小心为上 啊 小心为上 小心为上 呃 如果要 如果要有什么 战术上的建议啊 如果要有什么 战术上的建议 呃 抢中卫 啊 抢中卫 啊 和守门员 嘛 剩下的就别抢了 嘛 剩下的不好抢 啊 或者是抢右后卫 啊 抢右后卫 因为左后卫那十一号嘛 啊 抢右后卫 不让十一号拿球 让他往右后卫打 嘛 右后卫 我也不知道是谁啊 嗯 好吧 然后限制住小辫 嘛 耗颜 然后让他传中 不能让他内切 嗯 让他下底 不让内切 好了 然后接下来呢 第二场是大连星飞 对阵 这个颜值队 啊 大连星飞 好像是个神秘队伍 我感觉 嗯 我 我感觉可能 实力不会太强 为什么 如果大连星飞 不是星飞啊 大连星飞 如果实力也很强 那大连这人才 我就难以 难以置信了 啊 这边一堆 这边一堆 又出了一个队 啊 我个人感觉 这种概率不大 啊 这种概率不是很大 嗯 然后接下来呢 就是 上海一天 对安德道格 啊 那安德道格是出两个队 是吧 上海一天呢 现在有点啊 杀的兴起 啊 呃 上海一天 嗯 我个人觉得 这个队呢 可能踢着踢着的 他这个自信心呢 会会上来 啊 而且呢 打法变得越来越 这个 怎么 统一 啊 你不能说他粗糙 啊 他有一个大中风 他为什么不利用 对不对 啊 另外呢 就是 凡是跟 上海一天交手的球队 呃 对门将都是考验 啊 因为 因为中拳开球 唐花剑就能 就能打门 当然 昨天那个场地有点小 这是我跟想跟大家交流的啊 昨天那场比 昨天那场比赛 坦白说 确实是 呃 火光四射 啊 踢的让人眼花缭乱 但是呢 我也非常清楚 是场地小的原因呢 让比赛节奏变得很快 场地小 是有原因的 也就是说呢 如果 就这个八人制的比赛 如果放到 64乘42的 这个场地 那么 不会呈现的 昨天那么快 不会 嘛 这个我 因为我 就是 我这个 不能说九并乘一吧 因为我带左小将打过 多种规格的 这个 这个场地 啊 我有亲身的感受 所以呢 也不要被 昨天的一个现象呢 呃 太过迷乱了 自己的双眼 还是脚踏实力 平常呢 我们踢的都是 64乘42 那么在西班牙呢 甚至有的时候 是66乘44 非常大 啊 而昨天这个场地 我不太清楚 昨天这个场地 我感觉是 5035吗 班尼 昨天这个场地 是多大 明天场地 6040 啊 6040还是 已经算 中偏大吧 中偏大 嗯 因为国外啊 他那个 他那个场地 国外呢 就是 呃 标 你看 昨天是 5035 对 5035 5035 就是相当于少10米 啊 少10米 那半场就等于说少5米 啊 那少5米 然后宽度又少了 得有35 42 呃 宽度少7 8米 啊 所以呢 相对来讲呢 这个 这个 呃 他呈现的会 会很快 啊 会很快 昨天上海就是不适应 是吧 上海不适应 还是大连不适应 上海一般都踢大的 是吧 但是昨天如果要是大场地 唐华健第一个球进不去 昨天要是60米 长华健那个球进不去 啊 但是也可能他 那那踢高那个进了 哈哈哈哈 反正反正呢 这个 唐华健的这个中圈开球射门 我说了 这是 过期作废的东西 啊 能用就赶紧用 能用就赶紧用 我们也在想 未来如果唐华健 再小价 我们去欧洲 那么这一脚怎么打 啊 因为大场地 这脚怎么打 这一脚一定要变成 中圈开球战术 啊 中圈的开球战术 把唐华健后置一点 中圈一开球 往回一倒 三个人 奔着左后卫去 再一倒 有这个三五秒钟的 三秒钟的时间 啊 冲到那去之后 唐华健一个大脚开上去 然后包围 抱第二点 啊 只要抢到第二点 就有机会 啪一分 没准小便就进去了 嘿嘿嘿嘿 如果有一天 我们在欧洲 真这么进球了 希望朋友们 把今天的日子记住 啊 回来呢 把这个回放找到 好吧 就是我提早 设计的战术 好吗 都说大连星飞 是大连一方的梯队啊 那不知道 甭管怎么着吧 一块一块踢呗 是吧 一块踢呗 今天呢 这我一会呢 因为都发网盘了 我一会呢 就是早点结束直播 我呢就会看 今天的这个 安德道克 这些队员的表现 然后再结合着 他们今天的表现 明天的重点 关注一些队员 咱们坦白说啊 就是 一一年龄段呢 有一点井喷的意思 有一些一一年龄段的家长 可能还觉得这比赛不怎么地 我估计现在有点后悔了 有点后悔了 还不如说早点来 报名来参加呢 是吧 应该说呢 这次比赛非常的 你包括昨天的比赛 包括今天 打了那么多交流赛 上午 这个济南T90 和这个 和这个唐华健 他们也踢了 然后下午 这几个队 又踢了三角赛 折腾了两个多小时 明后天 再有正赛 应该说呢 这是这个年龄段 包括一二年龄段 还有个别一三的孩子 也来了 应该说是一次 非常非常好的 锻炼的机会 中南山姚明 我不太清楚 什么意思啊 我也是上海幸运星的家长 07年的 幸运星非常棒 幸运星非常棒 幸运星 这么多年 他是 为这个 深花上岗 输送了很多人才 非常棒 幸运星 明天会官宣江景奇 也许明天 也许后天 不着急 该来的总会来 该来的总会来 今天有一个朋友 给我发了几张截图 是在一个交流群里边 因为我不带那个交流群 那朋友给我发了几张截图 挺有意思的 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这个群的叫 中国括号重庆 青少年 足球发展交流群 一共499人 这哥们说 懂路值得讨论 不是他作为教练 轻训训练水平问题 而是他作为一个热爱足球 做中国足球小将的模式 这件事 这有一人起了一个话题 懂路值得讨论的 探讨的东西 都看不到重点 这哥们说呀 就你们 之前说足球小将也好 说 懂路也好 没说到重点 接下来有这哥们插话了 免费是他逼的 我不知道什么意思啊 就免费是他逼的 逼的 那是准备唱歌吗 还是怎么样 然后接下来这哥们说呢 要说作为教练的训练水平 他自己也说过 他不是最牛逼的 也承认 十三四岁 他就带不了了 还是要专业教练来训练 那这哥们看来应该是车友 我确实说过 而且我说的不是十三四吧 我说的是不是到十一二 我就带不了了 这哥们起来了 小将模式跟恒大复利等模式 有本质上区别 问号 不都是利用优质的资源平台 吸引足球孩子吗 那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吗 这哥们说的其实有道理 因为吃他们鱼吃鲍鱼 跟吃卤猪火热 有什么本质区别吗 不都是他们吃吗 吃完都变食吗 是吧 这哥们你看一看就逻辑非常强 人家说没什么本质区别 没有区别 然后这有一个幸运星的家长 零七的 人家说 懂路模式挺好的 这你看幸运星的 是吧 这哥们说 懂路的模式 比我们校对模式强多了 这哥们这比较 比的有点 是不是骂过呢 是不是骂过呢 挺有意思 说这才是他牛逼的地方 这哥们看来是我的铁粉啊 也可能将来 被我拉黑以后 也可能会 会变成吃当 不服气的 给你指条路 北大和清华 一直要争中国大学 No.1 你可以去找北大合作 弄个北大某某班 那些不服气的 去联系北大 去弄个北大大鼻子班 这他妈直接说 我他妈的 对对人 对人那么相貌 进行攻击啊 跟他对着干 也算为清迅做了贡献 就这么一回事 就说说说呢 就小将啊 其实我呀 只是小将的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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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 怎么说呢 就一个代名词吧 一个代名词吧 这哥们对 这哥们是池塘秋生的 前半生 就这样 就刚才我说那个 池塘秋生的前半生 就这样 子一被我拉黑以后 变了 后半生 听说他们能 是吧 大鼻子班 大鼻子班 对 所以呢 就是 将来呢 就是小将呢 一步一步吧 一步一步做吧 我现在 感觉呢 就是 抓紧时间 抓紧时间呢 要提升 方方面面的这种 这种 这种 方方面面的工作 都得抓紧 第一 竞训 竞赛和训练 如何提高 小将的这个 日常的 整体训练的水平 其实呢 无论是阳晨指导 阳晨指导 包括周宁指导 他们的到来 包括徐亮 徐亮指导 他们到来 其实都 都有起到这个作用 都起到这个作用 还有一点呢 就是我们 我们的这个 相关的 这个 新的 教练团队呢 疫情 疫情过后呢 很快就会 浮出水面 很快 很快就会浮出水面 然后我们会制定 这个三级梯队的发展计划 可能09的呢 会重点的去 由外交来带 10的呢 有一些科目 还得是本土教练来带 11的呢 目前来讲 短日间内呢 很难集中在北京 更多的是集训和出国比赛 集训和出国比赛呢 还是由 在海外征战 有着非常丰富经验的 梅政教练来带领 这一点呢 也没什么可说的 因为 我心求这个教练 他们 他可能 在海外征战的 这个 这个环节上 他可能经验也不如我多 这是实话 所以一一的小baby们 加把劲 咱们等疫情过去 咱们 咱们一块奔欧洲 好不好 行吗 如果今年年底 12月份 如果能去 西班牙巴塞罗那 咱们就12月份去 曼努尔尔碑 好吧 咱们再约拉玛 下一个组 好吧 如果今年出不去了 那就只能明年 明年4月份 伊斯卡碑 好吧 咱们再去 然后明年呢 如果欧洲 疫情可以 这个 允许 那么我们呢 09的将会参加地中海杯 将会参加地中海杯 日本 韩国 韩国是最简单的 韩国又便宜 完了 去呢 也还相对简单 日本呢 去日本跟去欧洲 花费差不了太多 我这两天呢 我这两天呢 发了 一一的孩子 这个比赛 在抖音上 这家伙又 杠精来了 说这球 你没看日本吗 日本同龄 比较踢得好多了 说日本同龄 比较踢得好多了 我真想问问他 兄弟 你真的看过 日本海踢球吗 你真的看过吗 然后 日本小学生 那个比赛 决赛 那视频刷屏了 可是你知道 他们是12岁吗 你他妈拿 8岁9岁的 去比12岁的 然后你说 日本孩子 比咱们踢得好多了 你这不 你没事吧 没事吧 拿迪利勒巴 比你老了 你是没事吧 脑子在线 不在线的 另外一个 中国租小将 去日本 都不惜的 跟同龄的打 这事你知道吗 我是说9岁 10岁 我可没说15 知道吗 知不知道 我们去那 不打同龄的 你知道吗 为什么不打同龄的 所以你别 你别动不动 就日本 日本的 你先 你了解吗 啊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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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小将 这一一这个队 到日本 怎么跟同龄打 都到这儿 日本小孩 9岁都那么高 咱们的李子宁 这么高 怎么踢啊 我踢完了 你又说 我一大大小 那日本人 从小就那么小 你说怎么弄 武大郎 岁数也不小啊 就那么高 你说怎么弄 是吧 老有一波人 狗屁都不懂 就是天天喷中国足球 中国孩子踢球 就是原罪 中国人踢球 就是原罪 中国孩子 赢球都是原罪 在海外 必须输 跟他妈谁都得输 赢了就是 以大打小 赢了就 他妈对方 是兴趣班 王点 是吗 对不对 就这样 是吧 中国孩子 只要是漂亮的突破 一定他妈是 防守不行 只要是他妈铲球 一定是粗野 对吗 只要是踢他 一定是对手不行 对吗 只要是远射 一定说 球门太大 守门太小 对吧 都是吗 杠精都是这样吗 永远都是这样吗 对吧 你一脚 天外飞千 告诉你这懵的 再踢一百脚 也进不去 那不废话吗 塞罗倒钩 那天一倒钩 差点一屁股坐地 你没勾着吗 对吧 他永远到这思维 永远的杠精 永远杠精 一会儿西班牙怎么着 一会儿日本怎么着 他连他妈国门都没去过 河南都没出过 他给你谈日本 他给你谈西班牙 我今天认识一家长 微信联系上了 带孩子在欧洲 游历了很 很长时间 跟我说 说董老师 我一直听你直播 他说 我连续四年带孩子去欧洲 参加相关的这种训练 他说 你在直播当中所说的 关于足球的东西 他说 我认为是有道理的 但是国内人不知道 不了解 全凭想象 全是道听途说 全是老黄历 上个世纪 八二年代的观点 到现在为止 还流传着呢 所以说你根本都没见过 都没去过 没真正了解 天天坐家里边 上网搜点东西 完了谁 哪公众号发点东西 沉芝麻烂骨子的 拿来之后 还当新鲜玩意儿呢 出去走一走 当然这 你也很难 出去走走也得有钱呀 是吧 也得有机会呀 你出去走 往哪走啊 到巴尔罗纳 你能见识拉马西亚吗 你能进的去门吗 能进的去吗 你进不去 是吧 你说我想看看 拉马西亚训练 你吹呢 所以呢 有一些事情 就是你得相信 实践 你得相信 探究 你得相信 实事求是 对吧 你不能老说 这关在门里边 天天的 这有什么意思呢 对不对 说了那么半天 完了结果 好多事情 也对不上茬 欧洲孩子 到底怎么练呢 日本孩子 为什么能这么练 为什么能踢出 这样的球 你不能说 光看呢 你看人家 开 劳斯莱斯 你知道人家 怎么挣的吗 你不知道 你光 你光是 他们家 开好车 开好车 你怎么 你也学着 开好车 上哪开去 投去 知其然 得知其所以然 你不能说 就看表面 是吧 所以呢 这个2011的队员 我认为 通过这次 通过这次 这个大连战 能确定 一个名单 确定一个名单呢 还得因为 还得会合北京的 这原来的 这几个 小将队员 然后我们 争取呢 通过暑假呢 把这个 还要有一次 大型 大规模的 这个比武 还要有一次 大连战之后呢 会有一个名单 这个名单上呢 有一些队员 加上 这次没有去大连的 也是 原来也在小将的 比如说像 郑志义啊 文静尧啊 陈子晨啊 张雨田啊 这些孩子 在荣 荣进去 在荣进去 还有宋鸿鱼 荣进去之后呢 大概得有个 差不多 三十人吧 三十人左右吧 然后最终的 临选出来 中国宗小将 正式的队员 十二到十五个 十二到十五个 这十二到十五个呢 根据状态 最终呢 再去确定 这个 如果一旦有出访 无论是日韩 还是欧洲 这个出访名单 因为在日韩 打八人制 到欧洲呢 就是七人制 七人制 其实名额非常有限 除了门将 就六个人 你想想 除了门将 就只能有六个 厂商队员 撒后卫吧 三一二 或者三三 就这么点人 就这么点人 人家这个 拉马西亚打的是 141 打的141 所以你 你怎么 这竞争得有多激烈 你现在掰着 手热鼠 你说 小将人特别多 这个 和和 浩元 小便 唐华健 政治业 这一闭眼睛 王尹 吴浩航 这已经八个了 这已经八个了 还没手门员呢 啊 所以 你再加上新来的 没准 大连这七号 来了 是吧 没准这个 上海一天 这二十七号来了 没准 唐华康越级了 你 哪有那么多位置啊 哪有那么多位置啊 所以这竞争 真的非常激烈 而且更重要的 就是你不能 都是会 都是进攻的吧 你总得有 哥把防守的吧 你现在说这些东西 说这些孩子 都是属于进攻特长的 防守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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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书豪是一二的吧 张书豪是一二的 你说 怎么办 陈小北 这也不错 陈子晨也很棒 张宇田中场也踢得很好 刘浩泽 编后卫也不错 马瑞晨 今天打进一个非常漂亮的球 我看见了 但后来伤了 胡佳成 对吧 吴浩航 李子宁 焦紫如 怎么弄 怎么弄 张书豪 左边 左边的 今天也打了一个 打进一球 很棒 组两个队 组两个队干嘛呀 你告诉我 组两个队干嘛 一个出国 一个在家里待着 这朋友 这朋友 真是 真是 体谅我 说 该卖货了 卖点货吧 真的 卖点货吧 咱们 这个 上了很多新品啊 什么手抓饼啊 梅干菜饼啊 吃早餐 很好 这边呢 咱们看看 咱们 瓜子 瓜子现在有大包装了 休息会儿 休息会儿吧 你 你说出俩队的朋友 就是 反正这钱也不你出 对吧 你恨不得八个队最好 可是哪有那么多 哪有那么多银子呀 哪有那么多银子呀 刚买了手抓饼是吧 可以 大家打开小黄车 看一看 我说了一个多少时 我才想起来卖货 要不是这朋友提醒我 我今天晚上又 又 就是销售业绩 就上不去了 学恒大12了 对呀 那我得学 先学许老板 有那么多钱呢 对吧 你光学恒大 没用啊 手抓饼确实不错吧 还有这个 老董清选 老董清选 大家可以这个 在这个里边都可以看到 你可以逛一逛 你逛不要钱 你懂吗 逛不要钱 逛不要钱 让卖几个队呀 什么意思 那个时候队员太多了 让卖几个队员吧 卖几个队员是吧 谁买呀 谁买也不能 也不找我呀 我也不能卖呀 你们老说 我想卖孩子 卖孩子 卖孩子得有卖身器呀 对不对 我哪有气呀 我没有气呀 我 哎 饼干呢 饼干也在这都有了 肉食没有活动了 大连小辫 小辫 实话说 真的是 这次的表现 太惊艳了 小辫 而且我觉得 他没有完全发挥 因为他呢 因为我之前 因为好多次集训嘛 他其实很喜欢打左边 可是呢 浩言也想打左边 可能呢 小辫呢 就打右边 打右边 其实对小辫来讲呢 不是最容易发挥的位置 真的 小辫 小辫打左边 所以我跟浩言爸爸也说 我说你让浩言打到右边 那你切之后 左脚打门 你看这小哥俩 玩那个战术角球 玩的真挺溜的 真的 那战术角球 玩的真挺溜的 浩言给小辫 小辫要么自己秃 要么浩言背套 那他给浩言 浩言再切出来 这俩孩子弄的 有点天衣无缝的 这种感觉 有人说看不出有什么精彩 是吧 对你好 你在拉马西亚工作吗 还是在艾甲克斯 说说一天的27号 一天27号应该不是上海的 不是上海的 叫邱 邱 邱天一 邱一围 邱一围 但他爸爸应该也是个很执着的人 听说上海一天 走南闯北 名气打起来了 然后呢 就带着孩子来上海了 就加入这个一天来就练了 所以你听我说 我们给予 给予我们支持的俱乐部最大的回报 就是 我们这免费就给你宣传 真的 你别说我们好像总是 什么摘桃什么的 我们可不是 我们不仅摘桃 我们还种树呢 上海一天通过 我们足小匠的这个包装 推广 对吧 无论微博上 还是直播呀 来北京啊 到深圳也用我的号来直播呀 到大连也这样 名声雀起 对不对 我说的对吗 这东西值多少钱 你说值多少钱 这 值多少价值 你说多少价值 所以一天将来也得烧人嫉妒 百分之百 人家说 你们肯定给董路填了 要不然他怎么拼命的给你们 旋转呢 肯定有 毛利 大连的七号是古典前腰 你都看出来了 个人带孩子能参加比赛吗 实话说 这个比较难 这个比较难 和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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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好言是一二的 虽然说他们很出色 但是呢 小一岁啊 他打大一岁的 他一定不如打同龄的那么 那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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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柔顺 这是肯定的 另外呢 就是平台越高 就是水平越高 小一岁越难 你要是地方 我说实话 孙真熙打宁波打07的 他也不见得说 能差到哪去 至少打08的没问题 但是你孙真熙来 来到小教练平台 我们去打恒大08 那他就肯定不可能有那么 那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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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松的发挥 就是你你面对的球队的水平越高 你小一岁的劣势越大 就这个这个这个等式是成立的 这是这个等式是成立的 就如果和和和好言一直在大脸 一直打打09的 打08 打10的 这都问题不大 但如果你要在全国的平台上 你要去挑战 去去打这个10的 或者对 或打11的 就就就就不是那么容易 但是这两个孩子肯定就是 很不错的 F9012 12的什么 12的7号 什么意思 天天天吃醋 谢谢叶总啊 叶总又来了 我天哪 叶总今天 叶总是不是股票又挣了 谢谢啊 大哥 大哥来了 嗯 李浩言 昨天其实表现的也不错 后来我看通过回放 没有像他爸爸说那样 拿球少 还可以 有很多次那些 然后有几次打门 然后还有一条任意球 也差一点点 嗯 谢谢叶总啊 青岛 又入选的吗 我不知道 什么入选 明天比赛才开始 有什么入选不入选的呢 还没开始呢 嗯 所以未来我就在想呢 就是 呃 祖小将 在国内 就一一这个队下 在国内 和在国外 肯定是两种 不同的打法 啊 这个神仙老子来 我也得 不能跟他 我也不能同意 说在国内怎么打 出国就怎么打 因为因为因为我知道 我知道这个厉害 他不知道 啊 他不知道 他会劝你 哎 你你 你你也你也你也 你也这么打 嗯 不能那么打 不能那么打 啊 呃 就是就是这个 昨天在场上 这个一一的啊 包括今天我看到的 你知道我看到的最 就是他 他们为什么 给人感觉好像 人才要井喷吗 呃呃 实话说 其中有一个很大的原因 就是这些孩子 踢球早 明白了吗 他们踢球比零九的 平均早一年半 平均早一年半 所以你会觉得 哎呦 怎么现在这孩子 好像脚下比零九 那不是要 要柔顺呢 就是因为 他们踢得早 大多数的 现在浮输水面的 一一的孩子 基本上 五岁多就踢了 而大多数的零九 都是在 七岁 进小学以后 才开始踢 大多数 我说的是大多数啊 你比方老二 老大 孔刘荣 这都是 呃 这都是这个 进了 进了 戴佑哲 这都是上了小学 才开始踢球 小邝 早一点 小邝 早一点 男子勋 早一点 可能 三岁踢啊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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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邪我 呃 我个人觉得 你像日本 我们去日本的时候 我们在那个 就是那个 大阪 那个基地 那个基地啊 他那个下午的时候呢 就来了一波 来了一波 这个小孩 幼儿园的 好像中班 都不是大班 然后一堆家长 以女的为主 日本女的嘛 家庭妇女 没什么事 都跟着 然后在场边 啊 然后我就看那个 呃 那个小孩在那踢球 有教练 估计都是B证 啊 教练的 然后 小孩在那踢 人家呢 那个年龄啊 也从来没练过 我没见他练过 呃 带球 什么传球 没有 就是踢 给个球就开始踢 两波人 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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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呜 往旁边家长看的热火朝天呢 啊 踢棒多小时 没进球 没法进 怎么进呢 球都在人那呢 人堆里呢 根本看都看不见 但这就是 从这就开始了 那估计也就四岁多 也就四岁半 四岁半不到五岁 啊 完了也穿着小号砍 小球鞋 你甭管踢怎么样 装备必须得特别职业 啊 所以所以所以这是日本 就开始那么踢 啊 黑鸭鸭一片 确实啊 咱们这儿呢 从小开始 卡 卡 卡练 揉球 卡 过人过干 卡 卡 开始 那边就是 给个球就踢 就完了 肉包打狗 所以呢 日本小孩确实接触足球要早 你看他们为什么踢的油 都是十五岁的 怎么他们踢的怎么像 像成人的 他们就踢的早 踢的早很关键 但这个早不是说就一开始就开始训练了什么的 不是 就接触足球 玩足球 啊 一块踢 就这样 一点点的 你像为什么说09的 呃 现在即使即便到现在有一些孩子人球结合还一般 对吧 脚下好像还有点生疏 球不跟脚 这个 不是说他们 呃 这个这个 不好好训练 呃 不认真练 而是他们接触足球确实太晚了 接触的太晚了 你蛮大蛮算 可能才踢个三四点球 啊 你想小和和 五岁半入选了中国足小将 七 优七 你琢磨琢磨 他入选之前 他是不是在怎么着也得踢半年吧 你琢磨琢磨 所以你看现在 你要想和和的球龄 你要五岁开始踢 没准不到五岁就开始踢了 现在九岁 啊 现在九岁 八岁 八岁 也踢三四年了 三四年了 和这09的球龄差不多 那你想想他踢到09的时候 他那球性得多好 嗯 小将的球员跑步姿势很怪 是啊 啊 这一点的也是 我我看一一的 跑步姿态就要比09的好很多 小和 三岁就开始踢了 那就别聊了 那就戴友哲得见到 叫师哥 戴友哲恨不得八岁才开始踢 嗯 八岁才开始踢啊 这边三岁开始踢 差五年 那球龄差五年 晚了五年 对 人家现在不收这么小的 所以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就是 你要有这么大 你一个城市啊 你比方说你孩子三岁 没人收 为什么 万一给踩着怎么办 你三岁跟几岁踢啊 人那边七岁 七岁小孩没轻没重的 这家伙一冲撞 一合理冲撞 再来一个铲球 小孩就飞了 你自己找志同道合的 哎 你找个五六个 比方说三岁半的 然后呢 AA制请一校练 一个礼拜练两次 这不就齐了吗 活人不能被尿憋死啊 啊 你天天说我孩子没人收 我就没法练了 怎么不能练呢 怎么不能练呢 没公公厕所 你就不拉屎了 啊 是不是 所以你 你还得主动的去 去想办法 啊 不能老这等着靠着 啊 非得耗着 啊 杜振宇 那现在就收三岁以上了 是吧 嗯 杜振宇 我看了 在长春吗 是吧 杜振宇 人 人家有我们群 那群里面 是什么 李 李奇红啊 人家 五岁吧 五岁多点 五岁多 可还快六岁了 我本了 那一五年的 那就五岁 啊 五岁 人家爸爸一会儿带着去 大连一会儿带着 就是游学一样 这东西啊 反正实话说 也得有点闲工夫 也得有点闲钱 所谓踢球说得有点钱 咱们就说呢 就是你要想精英培养 那你说你在哪个国家 你上私利 你没点钱 你能上私利吗 踢足球也是 有私利 也有 也有 就是 就是这个 就是什么 也有这种叫 功利 对吧 有功利的 一个月 一年学费 几百块钱 完了 你私利的 一年学费 十八万 十五万 那没办法 那你说怎么办 那这世界就是这样 你就跟吃炉煮的 有吃五十万元一碗的 有吃五毛的 那你说怎么办 你也没法办 对吧 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 在这个时代 你的孩子 真有足球天赋 是不可能被埋没的 很简单 就是一参加 左小将比赛 一直播 全国人民都知道 经纪人 球探 中间人 夹了皮夹子 找你 你就等接电话 就行了 就这么简单 不用送礼 不用请客 不用认识人 你认识谁呀 不用认识 来这 踢 踢好了 帮帮帮 比赛场上 体现出你这天赋 马上就有人 就来 就这么简单 very very simple 不要觉得踢球 有多难 但是说句点话 什么是难的呢 你没那天赋 你还非得让 踢球出来 那难 那可不是难吗 你琢磨过吗 就是没钱 还想吃好的 那这不难吗 你说对不对 我说的对吗 这是最难的 有钱 说买不着好吃的 不可能 怎么可能啊 这里边车全都 你不行 你是 说我有钱 我就买不着好吃的 我有钱 买不着好吃 扯蛋 来 来看看 对吧 但你要没钱 我还想吃好的 这是难 这是难事 但是有钱 我想吃 我吃不着好的 我买不着好的 别闹啊 别闹 好吧 有天赋 没平台 这不可能 这就是平台 你报名参加 你参加小将比赛 也不签约 对吧 然后也不是说 给你限定什么的 你来这展示 你来了 你征服 你走了 你完了 就这么简单 不是说参加 我这比赛的 完了 参加这集训的 完了就不能走了 没有 没有 随便走 随便 我现在想特别清楚 以前呢 我一看 看着人才 我有说 觉得有点馋 是吧 就像根宝 指导 看着矿罩雷 那种样子 我能理解 但是我现在 没了 但我 我为他们高兴 我 我觉得 我为他们 就是他们的精彩的表现 我拍案叫绝 但是来不来小将 一点关系没有 想去哪去哪 所以从现在开始 不可能再出现 我当年去用三个月的时间 说服江景奇的爸爸 来加盟小将 这种事情不可能有了 放心 我绝对不再做这样的事 甭管什么人 想来就来 不想来 不求 不想来绝对不求 因为我知道这个 还有很多孩子 他愿意相信你 他愿意 他愿意这个 体验 这种文化 然后他愿意 追随 那为什么不在他们身上下更大的功夫 是吧 强扭的瓜不甜 聊聊侯耀华是吧 所以过两天呢 就是江景奇将会作为 这个 德甲职业球员 当然前途未 未补 就是 三年吧 德国人也说三年 十四 能够告诉你 他是否能够有 更大的机会提升职业 三年的时间 三年 这怎么 什么意思 聊聊侯耀华 行了 这梗都过去了 大哥 别聊了 行吗 中国的清训 我觉得 未来的潜力还是很大的 就是现在得是 其实现在就是缺一个机制 我个人觉得未来啊 就是建立这个赛事的平台 然后建立一个 体系 其实 只要我们宣传到位 只要孩子们更多的 投入家长 关注 我们 就是说 本来有这么多人 对吧 现在又不怎么愿意出门 都愿意在家待着 我们 好好弄弄弄 把这个中国的低龄的情绪 其实你说清超 你看过吗 就中国啊 中国足协举办的 U15 清超 比赛 场边 除了 教练 球员 和 个别家长 就再也没有人看 官方的 中国 U系列 相当于最高水平的比赛 没有人看 日本 日本小学生的比赛 和满场都是人 这怎么解释呢 一方面说 我们文化欠点 另一方面 也没有一个真正的宣传推广 日本有一个足够小将 宣传动漫 影响了好几代人 咱们呢 咱们哪有呢 所以咱们培养的一波 什么都是杠精 要么就是伪球迷 要么就是赌徒 他妈的 一堆 真正热爱足球的 想琢磨琢磨的 你看我有时候 发点老董聊球 然后把这个什么 德布朗内 跑动线路 分一分去 没人看 没什么人看 对吧 所以把这个 把这个赛事平台搭建起来 要是没有疫情的话 我真的 我今年 我就本来就 有很多的设想 就是 周周有赛事 跃跃 出国门 真的 我将来我就要实现 周周有赛事 跃跃出国门 怎么地吧 行吗 美洲 不是在上海 就在北京 不是在武汉 就在广州 周周有赛事 不是09就10 不是10就 越越出国 越越出国 越越当新郎 就这个意思 和根宝 踢队打一场 你们一会儿 要我去跟东北路踢 一会儿又让我跟乌鲁木齐 吴小踢 一会儿又让我跟徐根宝踢 一会儿 恒大你们踢过吗 富丽踢过吗 鲁能怎么样 踢过吗 你敢踢吗 你去敢跟鲁能踢吗 我都不愿意聊这些事了 好吗 不聊了 好吗 有机会 我们都 咱们都是中国人 相互之间的交流就行了 不要老 你说这个 你说这个有什么用 什么敢不敢 从拉马下 我都敢踢 我有什么 还有什么 还有哪个队 我都不敢踢 不就是输吗 对不对 不就是踢不过吗 中超 等着那什么 等着开赛再聊 好吧 所以咱们早点睡 明天早上九眼中就有比赛了 小八号对安德道的一 好吧 然后我一会儿我会看一看 都说那王一博第一节踢得非常好 我看一看到底什么情况 吴正教练 给你推荐一本漫画看看 sorry I don't like it Thank you 瓜子现在哪里买 哪能买到啊 瓜子啊 瓜子老董亲选 记住这个关键词 就可以 你叫满世界搜去 就能搜到 你真正想买 你不可能不知道他在哪卖 你知道吗 你要真正想买的 你不可能知道在哪卖 就像那些那么吸毒的 他要真想吸 他知道你在哪买 但是那些犯罪犯罚的 日本的足球漫画 可以给队员做心理按摩 不用 谢谢啊 明天几点没听清啊 明天九点 明天九点 明天下午有比赛吗 明天应该全天吧 全天都有比赛 一直到下午五点二十 一直到晚上八点 明天一天比赛 这就有点像日本西班牙了 日本那帮小子 小孩啊 周末 从早上八点 一直干到晚上八点 都不离球场 中午就吃个便当 就踢一天 真的 咱们这老觉得 好像孩子给累着了 没有 没有 一天打三场四十分钟的 问题不大 就这些小孩 大人就不行了 就 谈了 这个苹果没有压力什么 你有病吧 有病吧 我先把你 我先把你干了 完了 好吧 老在我这逗闷了 好吧 行了 就聊到这了 江景旗官宣 可以上小鸡头条 那江景旗这事 哪能上哪头条 上头条 必须得比这事 还大呀 我一说这 喷的 喷的蒙了 跑 行了 今天就到这了 感谢各位 好吧 拜拜 再见 休息 再见 哪里直播呀 就抖音上 就抖音上 谢谢啊 祝孩子今天生日快乐 休息休息 休息休息 休息 休息 继继续 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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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